鍬 wildly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何仙姑 今天來操作鮑魚 我今天去了銅鑼灣街市買了這隻這麼大隻的鮑魚 真的很大隻 銅鑼灣街市買鮑魚 市頭婆幫我把鮑魚切片 因為我們家裡切鮑魚很難切 因為它很黏 然後它就幫我進入一個外賣盒 看看這餐盒多綺麗多乾淨 我們就帶回家 這樣帶回家 挺好 然後我現在回家後就沖一沖水 就預備做了 我們做鮑魚有什麼預備備料呢 就是多些蒜蓉和牛油 我稍後會在冰箱裡拿牛油出來 不然我一早放牛油在這裡就會很容易融化 我預備了牛油和蒜蓉 我們今天做蒜蓉牛油煎包片 好了 大大塊牛油先 然後我就加些蒜蓉 多些蒜蓉 這次要多些蒜蓉 多些多些蒜蓉 好 讓牛油燒熔了 很快燒熔的 現在已經蒜蓉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鮑魚 鮑魚要洗乾淨 因為鮑邊都會有黑點 我都會用牙刷去刷乾淨 然後放鮑魚 然後放鮑魚去煎 看這隻鮑魚 看這隻鮑魚很大隻 幾乎連一隻鑊也放不完鮑魚 看 因為它剪了很多塊 而且它會曲起 有可供鮑魚 還有的鮑魚 鮑魚 好 很好 這個是表皮 好 好 这两面较为较深色 在这个时间 放点味 加点盐 加点海盐 加点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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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两位兄弟 要开饭 加点鱼 加点鱼 加点黑胡椒 这个有点低差的做法 很漂亮 现在 很香 其实包片很快就会熟 它这样弄曲 就已经大部份熟了 但因为我有一部份是比较厚的 还有裙边比较厚 所以 你的时间就要加一点 这样搞定了 OK 这个蒜蓉牛油煎包片 这个蒜蓉牛油煎包片 搞定了 看下是否很简单又容易呢 最重要是 预备好物料 然后一次过做 这样就搞定了 还有拆鲑鱼的时候 我们用牙刷仔 擦干净裙边 这样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吃下去 好了 这个蒜蓉牛油煎包片 搞定了 很简单又容易做 大家试试做吧 如果大家喜欢这些片子 就记得给个赞我 留言 给一些意见 和朋友分享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小钟 有新闻出 你就会收到通知了 多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蒜蓉 我先回来 这个蒜蓉 我先回来 这个蒜蓉 你 你 这个蒜蓉 你 我先回来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